由安坑国小第72届毕业生共同创作的大树专雕墙 在豪忙雕刻家陈冯贤老师的指导与协助下 在毕业典礼这一天正式的节目 340块专雕拼凑成茁壮的大树 树下还有小朋友读书 一旁走廊女儿墙上还有蓝雀相互回应 独一无二的专雕创作 也成了毕业生与学校间最棒的毕业礼物 又到了凤凰花开离歌响起的季节 今年安坑国小再度召集了毕业生共同创作专雕作品 在豪忙雕刻家陈冯贤的指导与协助下 将340位毕业学子的专雕拼凑成一棵大树 这棵粗壮的大树下还有着小朋友读书时的情景 并且选在毕业典礼的这一天正式节目 校长方清林表示 非常感谢各方的支持 让学校拥有第二面的毕业亮点专雕墙 这是结合全校今年的毕业生 340位小朋友的共同创作 那当然还有我们在地的艺术家陈老师的帮忙协助 还有我们在地议员对我们经会的帮忙 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一件作品 所以内心是非常感动 那可以把学校一直在深耕的艺术 在地艺术的课程把它呈现出来 也让学生做一个很好的留念 我们是觉得非常要谢谢各方的支持 这面专雕墙的主题为大树下好读书 由航忙雕刻家陈凤贤老师花了三天的时间 将所有毕业生的作品打造成这幅独一无二的专雕墙 除了希望安坑国小在校的学生能够快乐学习 也勉励毕业学子能继续勤奋上学 而在走廊女儿墙的墙面上 还有一只蓝雀相互回应 就是期盼借由这永恒留念的方式 让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够拥有这份爱的礼物 一天的时间 小朋友认真的所谓的雕刻 那我把它设计好 贴连在这座墙壁上 它是永远的镶嵌在这里 可以让小朋友留下一个回忆 也给学校一个爱的礼物 在专雕墙节目之后 安坑国小毕业典礼也正式展开 毕业生绕校巡礼 经过正面专雕墙时都近乎不已 看见自己的作品成了学校的校园特色 想必未来再回到母校时 一定充满无限回忆 记者杨宝小赵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